最近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啊,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一名歹徒啊,拿了一把假枪啊,进到一个餐馆打劫 然后让所有的客人呢,都把这个钱包掏出来 然后在他这个以为万事大吉啊,抢完钱包准备走的时候 这时候一个客人从背后站起来啊,拿了一把小手枪 蹦蹦蹦蹦蹦,连打了八枪啊,把这一名歹徒啊,当场击毙 那么我就看了啊,这一段视频呢,在咱们国内流传的很广啊 那很多朋友在下面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包括有人在后台问我 就是说,那这个到底算是防御过当,还是算是正当防卫 我觉得呢,今天可以具体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啊 在别的时候我不敢说,在德克萨斯州啊 这个客人应该大概率可能接近百分之百 当然不一定啊,但是也有可能有出来白左会辩护啊,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估计大概率就是无罪释放 为什么啊,这个绝对算是正当防卫 我知道啊,大家可能还在以中国的法律来想美国 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个算是防卫过当啊 对不对,人也没伤你性命 你走了就是走了,对吧 但是我们毫不否认的说啊 这哥们如果是在加州的话 他百分之百就要追究他的问题 因为加州基本上你就别用枪了 纽约反正你有枪你就是罪 这个加州是这样 加州是,人家哪怕只要不杀你 他只要一扭头你就不能再打他了 知道吧,他一扭头你只要打他了那算是你在杀人 这就相当于这个,你知道吧 但是那德州不一样 德州跟佛州这南部的几个州 包括中部这些州 他是坚决的践行不退让法的 什么叫不退让法 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啊 就是说我认为你对我有威胁 那我就可以采用致命武力 是我认为啊 不是你对我有威胁我才能采用 是你,我认为你对我有威胁 我就可以采用 而且这个是被摄像头拍到的 那我们说在这场啊 这个枪战中也没有枪战啊 就是单方面的秒杀啊 在这场秒杀中间 那有没有致命威胁呢 当然有了 对吧 我被拿着枪指着呀 我被拿着枪抢了呀 对不对 那我倒发现有空当了 我直接去反击 有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说在德州佛州这样的事情啊 大概率他是会没势底啊 不是大概率的 几乎我可以肯定他应该是没势底 很多人说那他人家用的是玩具手枪啊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玩具手枪啊 对不对 而且我告诉你啊 就是开枪自卫的这个老哥啊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正常的理解啊 看来是个经常带枪 经常玩枪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手里掏出来的枪啊 我看了一下啊 那个尺寸应该跟这把差不多 这个就是我经常出去带的一款啊 这个就是当然我把子弹卸了啊 这个就属于是随身带的那种缩小版的史密斯维森啊 就这种枪我老拿出来啊 就这种枪这是个小枪 但是我如果是在家房我用哪把枪呢 我就不用这把了 我用的是这把 这把是CD系列的一款枪 但这个尺寸大家就看就大得多啊 也沉得多啊 然后如果你要这颗的这个弹容量是20发 你要19发啊 你要是装上他的话 那整个枪就变得奇神无比啊 一杆枪的差不多得有一磅多 那可是呢 如果要是说啊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用格洛克啊 始终也没买格洛克啊 因为啊 那这个呢 随身带的你就不可能那么多就是弹容量了 格洛克可能能装12发 那这个八发就差不多了 然后子弹呢 在美国基本上都是使用这种弹啊 就是你看这个 你可以叫它空间弹 也可以叫它打母弹啊 就是给大家看一眼啊 这头是这样子的啊 头是这样子的啊 基本上就棒一枪上去啊 那这种就是打进去一个眼 出来就是一个洞了 但是你使用枪 你首先得安全使用啊 比如说你用枪之前 你就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子弹 对吧 这把枪也是 然后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子弹啊 然后你这个看到没有子弹了啊 你才可以这个安心的去使用啊 这老哥一看啊 用的就是这种小枪 知道吧 经常带枪 而且美国人带枪没有不上唐的 所以我就说你跟美国人开玩笑啊 要么就别开 知道吧 要么他跟你很熟 要么你就别做一些过激的动作 因为他们身上带枪不可能不上唐 不上唐那一定是华人 知道吧 所以说在美国有那么一句话嘛 就是你带枪就得上唐 不上唐你就别带 明白吧 在美国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这个在德州 或者在佛州 或者在阿拉巴马州 或者在什么乔治亚州 这样的州 肯定不犯法 知道吧 而且现在乔治亚出了一个更激进的法律 就是他们不但承认不太阳法 他们连隐蔽携带都不用带证了 你像佛州啊 德州这些隐蔽携带 你还是得带证了 公开携带是不用带证了 但是佛州你是不能公开携带的 佛州只能隐蔽携带 就是我们州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美国的法律呢 践行的是谁惹事儿 如果对方对我产生威胁了 那么我对你使用的就是致命武力 而且我大概率不会追责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很难界定什么叫防御过当 在美国是这样子的 因为很有可能 我如果心里想的防御过当 很有可能我就把我自己害死了 对吧 那可能很多人会说 那这个也不公平啊 对不对 那这个 那如果要是照你这样说的话 那明明可以 人家也没犯死罪 就是打劫啊 对吧 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 他是不是准备杀你 很多人说 那他都扭头走了 那万一他走到门口不高兴 回头再对我开一枪呢 对吧 那很有可能 谁能保证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不能保证吧 所以说 在美国就是这样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既然做了这个事 那所有的一切的后果 你就要承担 家里也好 餐馆也好 只要你对别人举起了武器 你面临着就是对方的无限防卫权 这就是在美国红州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尤其是在休敦这样的地方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在美国 基本上 你像我家也是 我家除了有安防系统 有狗以外 这样的枪 差不多一个卧室一个吧 就是反正都在床头放着 自动步枪 什么的子弹 什么都有 但我这个属于比较少的 就急赶 是吧 你像白雪那样 一百多赶的 还是比我这个要恐怖的多 因为我这个人 不太会打步枪 步枪打的也不多 因为我就比较实用主义 我只练手枪 手枪打的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手枪还是经常 打一打 确保五米之内能打住人 能打中移动目标 五米之内就足够了 是不是 没有必要练那么多别的 而且呢 还有就是说 如果要他上庭 是吧 很多人说 那你成一石英雄 你上庭要花多少钱 通常我告诉你 在美国你买枪啊 你都是要加入一个 这个协会的 你可以不加 但一般都是加入一个 步枪 比如说步枪协会啊 或者加入一个 你像我加入的 就是隐蔽持枪协会啊 那基本上 我们会买一个保险 这个保险呢 比如说 我跟大家讲过之前 比如说这个保险啊 我每个月 我可能只用交十块二十块 对吧 当我真正用它来防卫的时候 把对方干倒的时候 如果没打死啊 或者我被打中了 那包我五十万美元的医药费 包他五十万美元的医药费啊 这是能cover最多的 如果我要跟他上庭 打官司的话啊 是cover十五万美元的律师费 还是十万美元的律师费 忘了啊 他每个级别不一样啊 一般在佛里达州啊 十万美元足够 你请律师打官司了 然后每天你 如果去上庭 你不能上班呢 还这个 给你补三百多刀 一天的这个务工费 知道吧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在美国南部就是这样 就是你只要敢动了杀心 人家对你使用的任何致命武力 大概率都不会被追责 除非你能证明 你对他没有使用致命武力 美国是源头责任制 就是当然这是我自己说的啊 就但是他基本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源头责任制 比方说 你 你先挑衅的 那哪怕最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啊 你没有那么重的责任 但这个主要的责任也在你 因为是你先挑衅的 你不挑衅就不会出这个事 这次也一样 更何况歹徒还使用了致命武力 一把枪 很多人说玩具枪 当事人不知道 不知者无罪 就这么简单 更何况你是抢劫 你又不是说跟他玩是吧 你说咱俩互相玩 我拿个玩具 是吧 当然了 你拿个玩 我告诉你 有人说 那如果一个人走在街上 拿个玩具手枪怎么办 我告诉你 玩具手枪 警察也会让你放下枪 你不要放下枪 把你打死就是白打死 在美国就是这样 可能很多人会说 这个东西不安全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怎么样 当然 我对于很多在中国的小伙伴来说 确实是 没见过这东西 毕竟是咱们中国人安全惯了 没见过这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吧 就是说 反正在美国这样一个同龄社会 就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干任何事情在美国都是这样 你只要 赶到红州的这样的地方去抢劫 你就要做好被打死的觉悟 这种事情非常多 你们知道 就是以前在美国还有一个事 很多 就是一个歹徒 拿了一把枪 那个是个真抢 然后进到一个店里 皮特店 准备抢这三个 就是皮特店的三个小哥 结果呢 这个歹徒好像是被三个小哥 同时掏枪打了29发 还是打了27发 忘了 然后最后这哥们被打成筛子了 就是这次 哥们同时掏枪的同时 这哥们就不知道该干嘛了 还有一次 是一个恐怖分子跑到一个教会 刚喊完口号 拿个AK-40准备开枪了 做最后一排 一个红伯大哥 一枪爆头 把这就给撂地上了 也是在德格萨斯州 是吧 这种事非常的多 包括之前 我们佛州市有一个宅男 在屋里打游戏 然后进来一哥们也是 进了三个贼 准备抢他 被这哥们一个人给反杀了 然后邻居还听文声 拿枪出来支援 反正在红州吧 就是劝告大家不要打劫 要打劫 我劝你们就是 纽约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吧 大家手里都没枪 纽约对吧 然后老百姓呢 基本上你只要反击了 你就犯法 所以我个人觉得 纽约还是一个犯罪的天堂 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讲到这儿 主委也应该知道 大概率可能 这个哥们是被无罪释放的 很多人说 因为他是个白人 你是个啥人 都会无罪释放 还记得在乔治亚州 那个胡建大姐吧 对吧 是吧 人家家里开超市的 进来了三个歹徒 还是四个歹徒 对不对 以一敌三 还击毙一个 击伤了一个 对吧 最后怎么样了 无罪释放了 费城那个大哥 那个华人大哥 那个Uber司机 也是以一敌三 打死一个 最后怎么着了 不怎么着 对不对 最终相反 社会给他捐款 捐了六七十万刀 这个美国就是 推崇这么的一个社会 知道吧 就是杀法果断 丛林法则 所以说 有的朋友 就是你可以说美国坏 你可以说美国恶心 你也可以说美国 包藏祸心 这都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质疑 他这个民间的汉勇 你知道吧 他跟俄罗斯一样 都是民间有枪的 俄罗斯也是 你看那个别斯兰 人质事件 对不对 恐怖分的劫持一个大楼 那到最后 那俄罗斯的家长是什么 第一时间不是去哭警察去 第一时间不是去闹警察去 俄罗斯家长第一时间 给我这欠我要干他们 是吧 那现场我们都看到 很多家长 拿着AK47就来了 这国情不一样 国情不一样 但是我还是不推崇 使用暴力 大家还是生活在一个 这个安全的国家 比较幸福 我们是没得选 所以说 只能被迫接受 这种丛林法则 行吧 那这一期就说到这 就是给大家答疑 解惑一下 好吧 那这期就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